七月二十四號就要登場 當然在今年的規模是再創新高 包括預計會有八百家指標的公司 來參展現場攤位兩千個以上 我們要請教杜老師 那麼有這樣一個盛會的話 有哪些生技股在最近 是比較值得留意的 我大概去看那個NJU報告 EPS比較好的 大概有三檔 還有一個是寶瑞 這個健康食品的 還有那個藥 它有那個致癌的藥 所以有轉機 另外一個美食 我們看一下寶瑞 寶瑞這個最新的研究報告裡面 它估計的EPS42塊 比內59 我們知道他們這個股價 最主要是說 從兩年前 它的歷史新高是1022 一千塊 那時候疫情結束完以後 大家重回檔 目前來講 它已經大概在800多塊 那雲大給它的目標價 大概在今天 就快要達到 已經快要達標了 所以來講的話 如果說我們用 我們剛剛三個節目講 我們現在本一比21倍 21倍你乘以那個50幾塊的話 59塊 60塊 大概應該會去挑戰歷史新高 因為我們這個是用日K線 如果日K線的話 它大概有1000多塊 1000塊的一個所謂的 以前的歷史新高 一般來講 在製藥品都是這樣 電子股休息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出來 逆勢上漲 大概有 所以我認為這個亞洲生技股 生技漲的話 大概應該會有 最起碼都是這樣 當有一些AI 一些主流股 可能就休息的時候 這個生技股就可以串出頭了 對 像說我們今天漲最多 就是金融股 護膀菌 護膀菌 另外一支就是藥法藥 它今年大概估總盔維 到3塊錢 目前是估5塊錢 明年可以賺1個算到5.62 有可能會更高 因為更高的話就會比較高一點 目前目標價 凱基估的440幾塊 都已經超過了 它的歷史新高 已經超過了 歷史新高620幾 所以來講的話 下一個 它可能會挑戰歷史新高 因為差一點點就夠這個